一影车驾驶走下车 看到远景急忙戴口罩 看起来非常慌张 因为自己酒驾上路闯祸了 白色百万名车被推撞到人行道 左侧板金全毁 车祸发生在25号下午2点多 桃源市中立高铁站旁 61岁夜性驾驶 失控撞上停等红灯车辆 海波及一名机车骑士 警方到场酒侧 酒侧值高达0.45 汉七小在新车前合影留念 车主郭先生换了200万买车 因为全球晶片短缺 等半年终于到台湾 没想到才刚交车3个小时 里程还每100公里 就出车货变成是故车 有够倒霉 所信现场仅有 机车驾驶铃女右腿轻微受伤 警方到场处理进行酒侧 郭敏宇铃女酒侧值均为0 夜宾酒侧值为0.45 镜头转到台南 警方路口设下路检点拦截酒驾 有网友发现 台南市今年1月到5月份 酒驾犯罪每10万人口付案率 还比其他三个市加起来多 摊开数据五个月份加总 每10万人台南市超过122 新北市最低只有22.7 差了五倍 只看每10万人口酒驾 发货数是数字的临死 台南市为六都人口最少 且本局同仁并未因疫情 偏费酒驾取利工作 再对比今年1月到5月 六都酒驾移送数据加总 台南市依然最高 有2273件 再来是台中市也有2000多件 双北甚至不到1000件 其成效可能有酒驾 致伤亡事故的件数大幅减少 而证实 据统计本市1至5月 酒驾伤亡事故件数 发生340件 较去年同期减少了78件 减少18.7% 数字会说话 台南市警方强调 数据多更代表 执法工作不因疫情松懈 取缔酒驾 仍不手软 近新闻就是忠诚亮头了 投资在身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